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聯想到各種習俗 崩潰上網求助網友 說什麼手機燈 說什麼商事 商家會發的 然後就是看了一大堆之後 就覺得哇 天啊 我們好像碰了不該碰的東西 就人生就跑過很多跑馬燈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做啊 到底要丟掉 還是要擺回床底下好尷尬 命理老師解釋 紅包帶放鐵釘 取諧音 釘是傳統求子秘方 後人拿到也別太緊張 跟著其他東西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以後再丟掉就可以 但是如果比較在意的話 那麼也會透過這個民間 要有所謂的掛金 不管對自己好還是不好 顧理師最後決定把紅包帶 拿到廟裡燒掉 省得夜長夢多 三天新聞台中台北綜合報導